早安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时间早晨的7点06分23秒了 今天早上志平为您来探讨 这个很多很多 也许行动不方便的朋友们 他们坐着轮椅或撑着拐杖 在街上走路 或被推着走 但是其实他们所遭遇到的 这个型的条件 型的环境并不是那么的OK 来此刻志平为您连线 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 国际发展处的处长吴淑芬 请处长要为我们解说 这些相关的设施 到底该怎么去建制 处长您早 早 早安 是 谢谢处长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处长我想首先来请教您 就是目前 我们从这个范可卿的这个新闻来看 目前身障者他们搭乘公车的时候 在公车上面 应该要享有的这个安全设施 有哪些 那法令上规定的这些 应该要设置的设施 是不是更多 我想请处长先告诉我们 老师 其实台北市 我们大概在2001年的时候 其实台北市政府就开始有 奖励一些公车业者可以购买 我们现在其实在路上 蛮常看到的那个地地板公车 对那其实地地板公车台北市 大概今年 因为我们上个月才刚办完一个 国际的针对老人以及身心障碍者的 无障碍交通的一个国际研讨会 其实他们也有来我们的会 那个大会报告 其实他们现在地地板公车 大概已经有八成以上 而且已经有三千辆 那当然 对 其实数量已经 但这只有台北市 其实全台湾大概只有双北 有这样子的规模 那我们当然是很高兴 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成果 但是其实你往里面再去看的时候 就成如刚刚主持人说的 我们先不管法规规定什么 其实一般欧美国家 我们看到很多的地地板公车 其实至少在轮椅的上下车的 这个部分一定要有斜坡板 可以让他们安全的上去 那上去之后呢 一定有所谓的那个扣环 就是我们讲的安全带 而且是两种 一种是 一个是扣在身体上的安全带 一个是轮椅 还要扣到旁边的 捕手的一个安全环 那当然你说这个东西 其实是非常基本的配备 但是其实在台湾实行起来 有它的困难度 举例来说 当那个公车司机 他要看到有坐轮椅的乘客 他必须要把斜坡板放下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知道 台湾很多的人行道的高度 其实没有办法 马上让那个斜坡板去match那个高度 所以这个对司机来说 其实第一个会是一个操作的压力 第二个 其实他对他来说是一个时间上的压力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的公车司机 他们都有10个小时之内 要跑多少趟次的压力 对 所以这个牵涉的层面非常广 因为这个也有包含 司机他们的一个劳动权益的一个保障 那我再讲到第三个是乘客的问题 其实我们还是要教育我们的很多社会大众 就是这个时间一定要等 我们也碰过很多的乘客 他会不耐烦 因为司机在操作那个斜坡板的时候 不是马上可以一次就非常到位 他可能还要花时间调整 然后那个当那个坐轮椅的身心障碍者 或者是有主拐杖的老人 他慢慢的上车之后 我们也要等他很安全的落座以后 司机才可以开始开车 但是这个对很多赶时间 特别是我们台湾真的生活步调 工作步调都非常的忙碌的状态之下 不是每一个乘客 他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耐性可以等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牵涉的层面 真的非常非常的广 所以我总结来讲 就是要从几个方面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硬体的设施设备 其实我们都有 但是对司机的教育训练一定要落实 但第三个我觉得还是是我们自己乘客 就是我们社会大众的一个教育 我真的觉得也是需要被重视的 所以伊甸基金会我们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做的 真的都是希望教育社会大众 能够尊重长辈跟身心障碍者 他们在行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权益 对 处长 刚刚你提到了这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面向 一个是设施都有 设施都有 也许就是当然在双北市的部分 设施是比较齐全的 但这也引发出来另外一个层次的讨论 就说那除了你出了双北市之外 你从桃园以南 你或者你到了花东 甚至于你到了中南部 甚至于到了更偏乡的地区 完蛋了 那偏乡难道没有生长者吗 都有啊 那他们怎么办呢 其实他们主要靠的反而不是公车的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 我们上个月的国际研讨会 其实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 就是在谈偏乡的交通解剖 其实偏乡的交通解剖 我们看起来其实更是困难重重 因为那个光是车辆 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的公车 其实他们几乎是没有的 那第二个的部分就是 他们的很多身心障碍者跟长辈 其实是住在很偏僻的地方 他光要接出来 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对所以现在我知道交通部 其实在花东也有进行一个实验案 就是在做一个偏乡交通的解剖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运用 那个怎么讲 就是低运量的巴士 就是小巴的那个概念 因为他们的人口数不像双北这么多 对所以就是用小巴的概念 那甚至会运用无障碍计程车 去做这样子的接剖 那当然富康巴士是过去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 一个接剖的状态 但是其实富康巴士我们也知道 它的造价真的是非常的高 真的不是所有的县市政府 都有办法可以购买足够数量的富康巴士 所以现在我们大概都会比较是 希望是运用小型的巴士 或者是无障碍计程车 做这样子的交通接剖 那特别是因为 其实我们也知道 长辈跟身心障碍者 其实他们最大的需求在就医 就是往返医院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们现在就先做这一块 对 好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评 为您连线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 国际发展处的处长吴淑芬 请处长先为我们解说一下 在台湾如果是身心障碍者 他们要搭乘公车的话 他们至少在搭乘上面 所面临到的这些环境是如何 但事实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像刚刚处长告诉我们 除了在偏乡的部分 可以怎么去补足这些措施 另外刚刚提到的 特别是根据我们上个礼拜听到 这个范可卿 这位广告名人 他在搭乘公车的时候 其实他知道 而且他告诉志平说 这不是他第一次从公车的 这个在公车上面摔跤 那已经都是第二次 第一次也是肋骨断 第二次又是肋骨断掉 那他自己本身当然有 有这个比较骨质上面的问题 那不过最重要的是 这个第一个 您刚刚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公车司机的训练 他明明知道已经有这个伸脏者上车了 结果呢 他刹车的时候还是那么的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您刚刚也告诉我们说 如果伸脏者搭乘轮椅 坐着轮椅上车了 那这个有没有系上安全带呢 显然这个根据范可卿告诉我 这位司机他没有系上安全带 而事实上在这个公车上面 也没有安全带哦 连带子都没有摆出来 像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啊 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打申诉电话啦 因为我会觉得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刚刚讲说 台湾的人民其实很可爱 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好没关系 反正你只要没事就好 可是像这次的新闻事件 就是代表已经有事情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 所以我们都很期待 所以我才说要教育民众嘛 就是你当你在 即使你自己不是身心障碍者 你在公车上一定会常常看到 像我自己那个上下班搭乘公车捷运 我就很常看到身心障碍者 对那我会觉得说 如果他们没有受到一个很安全的保护 举例来说 其实像捷运 你碰到一些适当朋友 其实捷运是要有工作人员出来引导的 那你看到如果没有 或者是你在公车上看到 那个坐轮椅的身心障碍者 他没有绑安全带 其实你是可以主动告诉司机 其实他们的安全带的确不会摆出来 他们其实是放在他们的那个座位下的那个 据我所知 应该是放在座位下的工具盒 还是什么里面 有一些司机他可能为了要赶时间 对 我刚刚讲那个烫射的问题 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台湾的一个 一个隐藏的劳动权益的一个问题 他们为了要赶烫射 他可能会觉得说这样子 其实真的还蛮还蛮耗时间的 那再者就是可能公车上面我也有碰过 就是有些司机他就一直吹 有些乘客他会吹司机说 你赶快开车 对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省略后面的步骤 可是他可能没有想到说 其实你省略一次两次三次之后 一定会有一次会有发生一些一些一些事故 那特别我觉得台湾的道路 其实真的是比较拥挤 而且我觉得特别在尖峰时间的时候 我觉得公车司机他们真的 为了要闪躲一些比方说摩托车啊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紧急刹车的状况 其实还是有 其实不要不要讲坐轮椅的身心当然的 连我们这种一般乘客 我都常常会觉得公车司机 他会有那种紧急刹车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这个都是 对这个都是可能要对公车司机 再做一些教育训练 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常常说这些都叫做服务 我觉得服务就是一个软体的一个建设嘛 我觉得怎么去做到 我真的觉得公车司机的训练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比方说我们自己的富康巴士司机 或者是无障碍继承车的司机 我们其实都有经过这样子的教育训练 所以他们其实对生障者的特质 没有像我们 我们大概是因为在这个服务业 这个服务身心大概是非常久 所以我们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们毕竟真的不是像我们 每天都在面对这样子的服务对象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真的是需要公车业者 要花时间做教育训练 是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置评为您连线访问 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国际发展处的处长 吴淑芬 请处长先为我们解说了 至少在从上个礼拜这个新闻 范可卿在公车上摔了这一跤 从这个新闻出发 我们来看一看 身心障碍者 他们在搭乘公车的时候 所遭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而且这些困难应该怎么去解决 其中处长为我们提出了 非常有很重要的一些解决的观察的面向 比如说要有设施没有错 要有够的公车没有错 然后更重要的是这些个设施 司机都要能够去执行它 然后司机的劳动机的条件也要改善 不是说十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开多少汤 这个也很重要 还有就是最终的层面 很多的在一起搭乘公车的其他没有 非身心障碍者也需要教育 不要说遭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来抱怨 没有我们要多体谅才对 现在时间已经是早晨了 7点18分45秒 处长我们可以先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那么广告过后 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那除了公车之外 其他身心障碍者走在骑楼 马路上也有很多问题 那这个问题我们待会来请教处长 你好我们是布莱美旅行团 来贵国观光 想要停留一个礼拜 来观光室吗 那你们行李的麦克风跟音响 是做什么用的啊 这是我们沿路唱歌赚取旅费用的啊 想来我国唱歌表演赚钱 就要事先申请工作签证 这次我必须拒绝你们入境 来人啊 把这些想非法打工的家伙给遣返回去 不 入境他国期间 请勿从事跟签证目的不符的行为 以免触犯当地的法令 以上广告由外交部提供 早安台湾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我们此刻呢为您连线访问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 国际发展处处长吴淑芬 请处长继续来为我们来解说 有关于啊台湾的身心障碍者 其实他们在行路上面的这些 所遭受到的 比如说不管是 这个相关的建设条件不好啊 或者说其实还有就是一般的用路人 其实也不够尊重他们 那这些现象啊 我们先请处长告诉我们 很多的这个 我访问过一些其他的身心障碍者 他们说台北市的棋楼是让他们最害怕的 或说是新北市的棋楼啊 特别是新北市棋楼也让他们很害怕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有时候走走走走 啊没有办法过耶 只好只好在逗退路啊 这种情况很多吗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棋楼是 台湾真的还蛮特有的一个建筑啦 对那其实基本上 相关的道路安全法令 其实是有规定就是 但棋楼有很多 其实他原本就是这个 这个住家 他自己的土地面积 这个没有问题 对可是就是棋楼的这个 净空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止棋楼 其实我们很多的人行道 也都没有做好净空的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其实都还是可以反映到 台北市政府相关的局处单位去 只是说我觉得这个还是牵涉到 社会大众的一个功德性的问题 对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其实法规是一回事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 还是要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个 我觉得是要教育社会大众 这样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毕竟对身心障碍者 我自己在伊甸工作这么多年 我才真的很深刻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其实对身心障碍者的 一个需求的概念 真的没有这么样的清楚 对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做教育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即使像欧美国家 我觉得他们在做一个整个 我们讲的都市规划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一个通用设计的概念 它其实就是考量所有的人的需求 可是我觉得台湾 我觉得我们可能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 我们一开始在做都市规划的时候 其实没有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 那个需求其实不是一个通用设计的需求 我所谓的通用设计就是 它本来就应该是全面无障碍的 不是因为碰到长者或者身心障碍的需求 我们才片面的把它改成无障碍 就好像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电梯大厦 或者是我们一般的住宅 其实本来都没有斜坡 很常真的是因为有长者或者是身心障碍者 要求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这样的诉求之后 才有所谓的斜坡这样子的一个出现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在很多其他的国家 包含日本 他们其实在做都市规划的时候 就已经有考量这些全面性的需求 所以就不会有我们现在这样子的问题存在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用后面的法令 再去做一些法则 我觉得那个效果其实已经都很有限 那也就是说 像比如说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他们其实可以赶快检视一下 至少他们的公部门 还有甚至于是一些公共建设的地方 有没有这样的设施是完整的 自己要赶快检视 如果没有 好我们赶快这个 比如说编预算 然后发包去执行去改善它 对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至少在 你刚刚这个也正好提到 这个重点当中的重点 就是教育这个部分 那我们怎么样 因为其实坦白讲 很多的这个一般的民众 也许他们觉得 我家里面就没有这个身心障碍者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体会 那现在对于教育的这个部分 我们有没有比较有效的办法 或好的办法 比如说有没有说 我们要在电视上 在这个媒体上面宣传 这甚至于请网红一块来做 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吗 或者说当然更重要的是 伊甸基金会长期以来都在推广 这样子的观念 那处长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 推展的过程其实受到很多阻力 对不对 我们有一些比较有有效的方法 我们可以来做 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也好告诉大家 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身心障碍 这个绝对是每个人都会发生 我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经义电基金会的时候 我曾经有过 我也曾经有过一个想法 就是其实不一定 每个人都会成为身心障碍者 可是其实我们现在 已经来到一个高龄化的社会 其实我觉得高龄化 我们现在的身心障碍人口里面 已经有高达三分之一以上 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 所以当你的平均余命 越来越长的时候 其实你成为身心障碍者的可能性 就会越来越高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 那特别现在我们台湾 交通事故 或者是一些慢性病 造成的身心障碍者的人数 也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已经是 已经不是我们过去所想的那种 就是不会啊 我不会变成身心障碍者啊 因为我一出生就不是 可是现在的身心障碍者 已经跳脱这个概念了 我们过去的确有一半以上 都是因为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是先天的身心障碍者 可是台湾现在已经有高达 七成以上是后天才变成身心障碍者 七成啊 对 已经七成以上 都是后天才变成身心障碍者 所以请大家真的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 我们搞不好明天很有可能 我就因为一个什么意外 或者因为一个什么疾病 就会变成身心障碍者 这个是每一个人 即使你现在年轻的时候不会 但是你慢慢变老的时候 你有可能从眼睛开始 从耳朵 对 就变成轻障或者是四障 我觉得这个都非常有可能 这是我们第一个 我们现在其实都已经从小学 就开始在做生命教育 就是带他们去认识 身心障碍者的一个生活上面的需求 但我们会用比较正面的方式 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身心障碍者他还是有很多 就是 他有很多的潜力是大家看不到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告诉小朋友们 就是我们也要顾念到他们的一些需求 的确是跟我们一般被身心障碍者 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几乎是从小 小学开始 我们就有在做类似生命教育的课程 那当然我们非常鼓励 就是国高中甚至到大学的学生 就是来当我们的志工 对 那当我们的志工 其实你就会长期 比较可以长期 而且是比较深入的接触身心障碍者 他们生活上面的需求 跟社会上给他们的一些造成的 不管是有形的障碍 或有形的障碍 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让他们感受得到 对 那当然我觉得 社会上对身心障碍者 我觉得台湾 台湾人民算都很有善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还是会用一种比较特殊的眼光去看他们 因为我自己早期 大概20年前 我第一次到国外去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 那个 我记得是在北欧 就是应该是在挪威 其实他们对身心障碍者的看待 真的就是把他们看成像一般人一样 他们不觉得无障碍厕所 它是一个特殊设施 没有 他们所有的厕所 就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那种通用设计的概念 他的厕所本来就全部都是无障碍的 然后所有的会场 斜坡道什么的 然后包含他们身心障碍者的座位 他们就是通用设计的概念 所以你一点都不觉得身心障碍者 它是有特殊需求 因为他所有的会场的设计 就是所有的人的通用设计 对 所以我当时真的 那个20年前 适量的状态 就台湾20年前并不是 还没有像现在 现在已经稍微比较进步 我那时候真的有很深刻的感受 其实包含我自己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他们的公车 那时候20几年前 台湾还没有所谓的地地板公车 但是在美国 他们已经是所有都是地地板公车 而且他所有的公车就是 不会像台湾的公车 我们台湾的公车就是 司机不一定会停在那个站盘 可是美国的公车是门完全对准站盘 而且他司机是不管有没有身心障碍者 或者是连长的乘客 他都一定会把斜坡板放下来的 他会等 对 他会稍微等一下下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社会大众 常年教育的一个结果 各位听众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多听处长 给我们的分享 不过真的很可贵 就是我们发现 自己有可能成为身心障碍者 当然我们也希望身心障碍者的这个行的环境 行路的环境可以好好的建制 我们非常谢谢处长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处长谢谢您 谢谢 不客气 谢谢